大家好我是王狗 對我嘴巴破掉了 今天我們要來召喚一個非常可怕的女婚 據說呢 你把她成功召喚出來之後 你可以請教她三個問題 既然召喚之後 她便會挖走你的眼球 導致你流血過多致死 這個 都市傳說相信大家應該也都不陌生 她就是丁丁大名 血腥瑪麗 這個遊戲呢 在歧平年代的外國非常的盛行 但是隨著呢 意外死亡 時間越來越多 導致大家對這個遊戲的恐懼巨生 致死她慢慢的退場 雖然說呢 這個遊戲女生來玩 成功機率會比較大 可是也有不少的男生去挑戰她 那這個遊戲的玩法呢 首先 你要先獨自一個人進去浴室 再來是 鎖上浴室門 並且關掉電燈 在鏡子兩邊各點上一支蠟燭 接著 閉上眼睛 集中精神 再來是 默念三次 Bloody Mary 鏡子女物就會出現在你面前 你可以跟她 問三個問題 她會幫你解答 解答完以後 她就會把你的眼球挖出來 我覺得這個儀式要成功 最關鍵條件應該是在於 集中精神這一點 大家集中精神想著 我要成功的召喚她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所以呢 我們不多說了 我們趕快去廁所醞釀一下心情吧 對大家好 我現在 這裡一台攝影機 然後這裡也加一台 就是希望可以拍到一些什麼東西 來我先先關燈 OK 開關 烏焰的獎 我打烏焰的獎 現在要醞釀心情 我們爸說過 我覺得集中精神也很重要 不要看 烏焰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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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帮我自己帮到里面 是谁 твор呢 有没有什么 有任何过来 真的啊 欸 有拍到嗎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路上有文章 他沒有出現還好 okokok 這是我們後續乾淹的時間啊 這兩個是剛剛在廁所 倒掉好像是這隻吧 這真的蠻莫名其妙的 我當下是有剉到一下 後來就覺得他沒有真的出現了 這時候我覺得還好小次蠟燭掉而已 最後一覺得比較可怕一點 就是我閉上眼睛看Bloody Mary 第二次要到第三次的時候 我覺得那邊是最毛 剩下的我覺得還好 蠟燭掉下來我有剉到 對蠟燭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啦 那還不知道會不會看剪輯 會不會拍到什麼吧 下一集啊我會出Q&A 就不對下班留言區 那不管什麼樣想要 各式各樣的什麼問題隨便 都可以問我 我一定有文必答 我都會回你們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喜歡我的都市傳說 我很感動 真的 剩下的我們就留到 Q&A的時候再講吧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訂閱按讚按分享 謝謝大家 我是王狗 掰 所以雖然 雖然我說我是不會怕 可是我剛剛剪完 我現在上廁所 我還是不敢去剛剛那間 我另外一間